老师呢,旧时代的时间,他是大学生的 他接受的旧时代 因为旧时代来说,他接受的就是新世界 他的小鸡转他起誓,他就说,十字手起誓 其他的后面都是一个人 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这一套教法 在旧社会,他是不同的门牌,都要学习 另外,就是在遇到连届,这个民间欲落高兴 打狮子的时间,这一套金属刀 就是在狮子队伍前面练习 玩得非常好,表演性非常好 这一套刀吧,现在除了本门的这个师兄弟 以外,我们从来就没见到还有这套刀 就是在狮子队伍前面练习 包括我们本门的师兄弟 有很多就是,你一练他认识了 这是小鸡转 但是你让他练,他也不会 所以陈元大师本人这个角度 这个,这个 一,是我们心心痛苦的学了一次 学了怎么 到哪了,这一套不能在咱们手里失传了 这个,放上去 有缘,看中了 这,起码这个 中国的这一套刀法 这和现代的 鞭臭的刀法 不是那么一回事 完全两回事 这是 老师 对这个 金锁刀的这个介绍 另外呢 这个刀法 这个单刀里面 还有一个 是 战刀六四 战刀六四 和金锁刀 在一块,赫眼的 有一套叫,金锁战刀 在以后的客人 那是会 所以 总部长给大家 做一切 上